交点1 于是定理 第一点 若多项式fx除以x-a得到商势为qx于是为r 则我们可利用出法原理将被除式fx表示为除式x-a乘上商势qx加上于是r 此时 如果我们将x以a带入fx 则于是部分可变为a-a等于0 所以fa会等于于是r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如果除式为一次是x-a时 我们将x以a带入多项式fx 可得其函数值为于是r 所以同学可计为 我们将除式为0的数字带入被除式后可以得到于是 同样的 如果除式为ax-b 则我们一样令除式为0 也就是令x等于a分之b 将a分之b带入f后一样可以得到于是r 缩例 缩例a 以之多项式fx 问fx除以x加1的于是为 由于是定理我们可以知道 所求于是为f-1 所以将x等于-1带入fx后可以得到所求于是为2 缩例b 设fx除以2x加1的于是为3 求x平方乘上fx除以x加1的于是 首先从以之条件我们可以推得f-2分之1等于3 则所求的于是我们可以令x等于-2分之1带入 所以于是等于-2分之1的平方乘上f-2分之1 所以运算后可得到于是为4分之3 范例3 题目要求画减这个式子求得它的答案 而这个题目所要考的观念绝对不是要我们直接展开 所以我们先观察这个式子的各项系数 我们可以先假设一个多项式fx等于后面这个函数 则题目问的式子相当于求函数值f7 而这个题目的解题关键可以使用到第一个 利用处法原理假设fx等于x-a乘上qx加r 接着配合于是定理 我们另除是x-a为0 意思是我们将x等于a带入fx后 函数值即为于是r 接着我们回头看刚刚的算式 所求的函数为f7 所以我们要做的动作即为将fx去除以x-7的余式 就是答案了 所以我们利用综合处法 将fx除以x-7之后 最后可以得到余式是-13 这个-13就是这一题的答案 范例4 题目给定两个处法的已知条件 要问说多项是fx除以x平方-4x加3的余式为多少 首先我们可以先针对题目所问的问题 假设fx等于x平方-4x加3乘上qx加上余式ax加b 接着配合余式定理 我们另除是为0 其中这个除是为2次4 但它可以分解成x-1乘上x-3 也就是我们另除是为0的时候 可以将x-1与x-3代入来求余式 接着我们回头来看这个题目给的三个除法的除式 这三个二次式均可分解成两个一次式相乘 从第一个除法条件 我们可以假设fx等于x-1乘上x-4乘上qx加2 配合余式定理 我们可以得到f1等于3 所以同样的从第二个除法的条件中 我们可以推得f3等于13 最后我们从题目问的问题 假设fx等于x-1乘上x-3乘上q3x加上余式ax加b 我们依序将x用1跟3带入后 可以得到f1会等于a加b会等于3 那同样的f3会等于3a加b会等于13 接着解连力可以得到a等于5b等于-2 所以这个题目所求的余式即为5x-2 因式定理 第一点 由除法原理与余式定理可得 如果ax-b为fx的因式 我们可以利用除法原理 假设fx等于ax-b乘上qx加0 此时我们令x等于a分之b带入fx后 可得fa分之b等于0 另外如果方程式fx等于0 有一根x等于a分之b 我们可以反推这个方程式必有ax-b这个因式 所以这三个条件是可以互相推导的 另外我们可以利用因式定理来假设多项是 比如以之fa等于fb等于0 则fx会有因式x-a与x-b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fx等于x-a乘上x-b乘上gx 如果题目告诉我们说fx为三次的多项式 则我们可以将上面的gx部分 假设为一个一次式px加q 说例 以之fx为三次多项式 并且f1等于f2等于f3等于0 我们可以假设fx等于a倍的x-1乘上x-2乘上x-3 接着我们将f0带入这个多项式里面 可以得到-6a等于-12即可推出a等于2 所以可以得到多项式fx等于2倍的x-1乘上x-2乘上x-3 最后将x用5带入后即可得到这题答案为48 题目假设fx为10系数多项式函数 若f1等于f2等于0且f3等于4 题目要问a加2b加c的值为下列哪个选项 首先我们从f1等于f2等于0可以知道fx必有x-1与x-2这两个因式 接着我们从题目给定的fx等于x3次方加ax平方加bx加c 可以知道fx是个三次的多项式 而且领导系数为1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fx等于x-1乘上x-2乘上x加k 接着我们将x以3带入后 可以得到2倍的3加k等于4 所以可以解得k等于-1 接着我们将k等于-1带回fx后 可以得到x-1乘上x-2乘上x-1 接着我们将这个式子展开后 与题目的已知条件比较系数 可以推得a等于-4 b等于5 c等于-2 最后可以得到a加2b加c 将abc带入后答案会等于4 所以答案选的是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